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次的探长就是在这段时期出现的 描写这段时期的影视作品有很多 比如电影《无一探长雷落》 《金钱帝国》等等 还有电视剧《大时代》 在香港社会进入探长时期后 实际上香港是没有黑社会的 或者说只有一个黑社会 那就是皇家香港警察 探长时期可谓是黑帮和警方的蜜月期 蜜月期里警方只需要充当保护伞 然后坐等收钱即可 而黑帮也会很失误的主动制造一些案件 以供警方作为积极打黑的素材对外宣传 在成龙电影《A计划》续集里 就有正三环联合黑帮在电影开篇时 制造假案的描写 1960年代末 《四大探长》里的吕乐 一手建立了警戒的贪污制度 让原本不光彩的收入贿赂 变成系统化的用作 确保每一个哪怕是基层警员 也能定期收到一笔来自贪污的收入 就像领工资一样 吕乐所建立的贪污制度 影响是极其恶劣的 他从根本上摧毁了警队的荣誉和信用 一些原本抱着除暴安良 维护法纪的刑警员 面对这种集团化 公司化石的贪腐 只有三种选择 一离开警队 二同流合污 三坐队被整死 同时贪污制度也极大地败坏了社会分歧 在鄙视的香港社会里 但凡手里有一丁点权力的 都会毫不留情地做出 吃拿卡药的事情 贪污在社会上变得理所当然 对此人们不要说毫无羞耻感 甚至普遍都有 不贪就是储 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等想法 在电影《岁月神头》里 便有对这种社会分歧的描写 第二章 香港黑帮的没落 在香港民众对本港唯一的黑帮 皇家香港警察 忍无可人的情况下 1973年 压死罗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葛白案发 民众喊着反贪污 捉葛白的口号进行游行 一年后 也就是1974年2月17日 廉政公署成立 起初廉政公署面对警队 无人不谈的情况 因其强硬的作风 爆发几年冲突 最后港英政府不得不宣布 廉政公署不能追究 1977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 我之前的《弃安电影》系列 第四期里的凶手 欧阳炳强无法翻案 也正是因为这一规定 廉政公署的成立 从根本上打击了警匪一家 自此香港三合会组织 不得不靠自己三的生存 而香港警方也从这时开始 正式投入到了 打击黑帮犯罪的工作中 在此我们以香港组织结构 最为严密的新一安为例 1980年3月29日 香港警方大局扫荡 三合会组织新一安 同年4月1日 行动箭报 此举被外界视为 1956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反黑行动 行动中逮捕新一安 坐管 红供 白纸扇 若干人 收缴现代化武器一批 和若干黑帮文件 1987年 新一安龙头向华延 及10名中央委员成员 被拘捕并被检控 向氏家族大部分成员开始约束手下 除个别成员外 纷纷转作正行生意 1989年12月 向华延在狱中上诉香港高等法院 后被无罪释放 但受到警方严密监视 他只有龙头的虚名 无法主持新一安 至此也标志着 以向氏家族马首实战的 香港最大的三合会组织 新一安的分裂 组织内的各地方头目 虽然没有自立山头 但拥以自行歧视 不受管束 在此多说两句 网上有很多关于向华强的传说 总结下来是两句话 一让男明星跪下 二让女明星躺下 就基本都是这种浓浓的地毯小说分 向华强只能说有三合会组织的背景 但没有文件显示 他当过龙头 领导主持过新一安 而且他的资历也远远不够 新一安在分裂前 由向前的长子四眼龙向华延领导 向华延从被捕到出狱后 新一安已经四分五裂 而在新一安内部 还有超级元老林景坐镇 林景是向前在九龙城寨结拜的兄弟 是向华延接班新一安时候的摄政王 林家在新一安的地位之高 江湖上的说法是 向家天下林家打 有这样的人物存在 向华强就算有想法要上位 也是不可能的 新一安在港分裂后的逐步萎缩 同时也是香港其他三合会组织的缩影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资讯的高度发达 黑社会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 能靠神秘气氛 哄骗或威胁新人入会 同时在香港屡创新低的失业率 和社会保障制度下 也没有人会为了哄口饭吃 而进入黑社会从事冒险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 港府不断完善的 打击三合会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 鞠躬至尾 1988年12月8日 香港政府推出 《洗脱三合会会集计划》 成立名为放弃三合会会集审裁处的机构 帮助了大批侮辱企图 和早期迫不得已加入黑帮 但无法脱身的人 1994年12月 港府颁布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 极大地扩大了对香港黑帮的打击面 中部罪行受害者约张 进一步完善了对三合会组织的打击 在今天香港人有规定 就是像在屏幕上的这些 可以说是非常详细了 而且一旦发现会坐牢和罚款 到这里香港黑社会就基本些菜了 第三章回归后的香港黑社会 这一章因为牵涉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简单的概述一下吧 特殊时期有特殊时期的整形处理方式 让香港黑社会没落的 仍然是香港政府不遗余力的打击 和相关法律法规条文的逐步完善 很多人意想出来的 以权灭黑不过是权力至上的暴力思维而已 而他的反面就是探长时期 因为权力至上同时也意味着权力的腐败 而当至高无上的权力被黑社会雄租的时候 黑社会想要伤害普通人就会变得轻而易举 届时普通百姓要面对的 是一个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死局 所以当以后要说到这个话题 要吹嘘些什么的时候 先想想自己是不是个普通人为好 对普通人来说 完善的法律法规的保障 要比张子来的更长远也更实在 还有最先实现全球化的 是各国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而不是各国的政府 人家早都在国际上发展了 贪的也不仅仅是你这里的一口汤而已 好了 本系列关于香港黑社会的话题 到今天这一期就基本结束了 原本还想说说香港黑社会在澳门的活动 三合会组织的国际化 还有从地下秩序等角度 更深入地探讨一下黑社会组织 但说来说去总会牵涉敏感议题 同时也超出了本系列的框架 所以从下期开始 我们正式进入香港黑帮电影 去看看那些年让我们敬仰的大哥们 和让我们热血澎湃的蛊惑仔们 以及江湖上情形色色的人们 欢迎大家订阅以及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